耶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羅小白 好久不見 為什麼要說好久不見呢 因為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有透過影片跟大家聊聊天 常常比較多是直播 很久沒有透過這個方式想說 跟大家說個好久不見 那這段時間為什麼影片會比較少呢 其實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寶寶在這裡懷孕了 那前三個月呢就是身體比較不舒服 會一直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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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狀況比較不好 就沒有讓大家看到我那個狼狽的樣子 現在已經到四五個月好多了 所以重新跟大家解釁耶 這一次呢其實是我在IG的限動上面 丟了QMA時間 所以呢這一次的聊天主題就是大家來問我問題 我回答大家的問題 我總共挑選了大概15個Q 那今天就要來回答大家囉 我這次看了很多留言 其實大家大多都是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就是表演 第二個部分就是感情婚姻還有儀寶 第三個部分就是信仰 所以我今天會分這三大塊來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小白會想要當街頭藝人 我覺得其實因為我從小就是學舞蹈 其實就是跟表演藝術領域相關 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表演 但是我一直在找自己喜歡的舞台 然後在我國中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是街頭藝人陸陸續續出現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就對街頭的表演有一種疑問 但是我也很常被吸引 在有一次的機會之下 我就到了街頭表演 發現哇那個舞台 跟觀眾的距離很近 感覺不是表演者跟觀眾 而是大家是好朋友 我就被這樣的一個氣氛吸引 所以後來就靠了台灣很多的街頭藝人陣照 成為街頭藝人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問得很好 相信一定也有很多人有這樣的疑問 他說 為什麼以前和現在的風格差那麼多 其實以前的風格就是底下真的是俏皮 然後無厘頭帶一點點瘋狂 但是現在呢就是比較收斂一點 然後我覺得多了一種成熟感吧 自己說 有時候我回頭看看自己剛上街頭的影片的時候 也會覺得非常驚豔 哇那時候的表演怎麼這麼可愛 但是你知道那時候其實真的就是十八十九歲 就是一個瘋狂熱型的年齡 那時候可能臉皮比較厚吧 然後現在就是你知道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現在也二十六歲了 就是你要我再像過去一樣瘋狂 我會自己覺得有點害羞 對 希望這幾年的變化 大家不要因為可能我覺得我長大了 然後或是我變成熟了 就覺得阿魯小白不一樣了 沒有沒有 其實謝謝大家是你們陪我一直成長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陪我一直走下去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成長 哈哈哈 角色也很多 然後第三個問題很簡單 他說 請問你還有出版的鼓棒嗎 我想要買喔 對 就是這個鼓棒 就是我自己的鼓棒 那其實呢 因為這個鼓棒每次訂做的時候 都是我買限量的 但現在還是有一些會在販賣 那販賣在哪裡 就是在我自己跟我老公開的音樂教室 在永和的一琴音樂 還有如果我有街頭表演的話 都會帶個幾雙去現場 所以要把握機會喔 因為真的勝不多 第四個 其實也是我在這次的Q&A 一直看到重複的問題 對 就是大家很擔心一件事 就是生完小孩 或是在未來 還可以看到小白在街頭表演嗎 我覺得大家真的很擔心這件事情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不用擔心 對 因為街頭是屬於我跟 每一個人最美好的回憶 我不會把這個 美好的地方丟掉 所以 最近 可能只是需要休息 但是在未來 我一定還是會再上街頭 也或者這一兩個月 身體狀況還OK的時候 我還是會跟大家見面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Follow粉絲專頁 第五個問題 來自新加坡的朋友 他說如果可以出國了 還會再來新加坡嗎 我跟你說不要擔心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新加坡 新加坡我去嘛 去了五次以上 我真的很喜歡新加坡這個地方 而且我也忘不掉 去年在新加坡過聖誕節 也希望疫情可以趕快過去 然後就可以出國到各地跟大家見面 第六個 今年還會有屬於小白粉絲的感恩節或聖誕節活動嗎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想 我也有在規劃 但是剛好十一十二月份的時候 行程比較滿 所以我還在找最適當的時機 你知道其實孕婦在家裡或是在同一些地方 燜久了也是很想出去的 我也很想要跟大家見面 所以我一定會努力安排 然後第七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有點跳痛喔 但是就簡單回答一下吧 他說小白的腳腳有多大 我就是一個很一般的女生 平凡女生大概二十四 相信跟大家很多都一樣 耶 來到了情感婚姻的部分 他說你對於婚姻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婚姻就是 是